好 人群 開年這一個第一顆最重要的氣球 就是中國間諜這一顆氣球 這一顆氣球打亂了布林肯的行程 然後炸了美中關係 同時變成美國內部政治風暴新的變數 拜登連續三天回應 剛剛看到的是他最新的回應 他說美中關係應該不會變 但是中國也要明白我們的立場 不過今天晚上拜登本人在國會有知情的演講 事實上國會是整個美國輿論的核心炸過重點 看起來中國並沒有想要去理解拜登的立場 因為你看中國大陸在這件事情 一直認為說你美國動用到這麼強大的一個武力 基本上叫做反應過度 但我認為因為這個氣球讓美國第一個面子沒有了 你號稱全世界不能 你講自己第二名沒有人敢講第一名 他們自己有一個叫做最偉大的一個國家 結果沒有想到一個氣球在你的領空上面搞了這麼久 而且還不是軍方發現不是官方公布 是民航機飛過去人家把它拍下來之後 傳出來那個當然對他來講整個面子都不見了 所以我認為拜登現在要考慮的就是說 你的面子沒有了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的理智要在哪裡 所以過去大家認為說你今天在經濟封鎖 或者你在所謂國家安全考量上面 你一直對外喊說抖音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現在人家直接問你說那中國如果親門踏鎖到這個程度 你要不要封鎖 所以你看到反而 拜登他的那個態度感覺上傾向於比較保留的這個 可是你這個保留我就講 對美國人來講你光台灣好了啦 一個金門無人機搞成那樣 多少人就已經罵成這樣 你美國開什麼玩笑你多久那個氣球在哪 而且現在看起來不是只有一顆 他們現在講說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有掌握的大概有五顆左右 甚至還講說我告訴你是五顆啊 但是有三顆還是在川普時期 搞到呢當時川普的這個前國家安全顧問 叫做歐布萊恩講說沒有喔 你這樣講我從來沒有接獲到這個訊息喔 所以到底是已經有這樣飛過 還是你都沒掌握 還是你有掌握 因為現在美國的說法是說前面四顆 有可能是因為他的停留的時間不是很長 但因為你剛才這個新聞裡面 你會看到那個氣球飛的啊 從西到東大概把美國切了一切 就直接切下去了 對美國來講當然他有一個說法說 他第一時間後來得知這件事情 沒有把他擊落 是因為他在美國領土的上空 如果我今天把他給擊落的話 很有可能掉下來殘骸會引發問題 所以他一直等到他的這個氣球呢 出了他的海岸線六公里之後才把他K掉 但我真的講因為你大家去看他那個 網路上面K下來那個影片喔 我真的必須說美國在這件事情 他希望透過這些把那個里子給網路 為什麼因為很簡單 那個氣球下方的那個 你現在看到一個長型的東西 你真的仔細看 你會發現到飛彈打到了 不是下面的金屬物 而是打在氣球跟他的那個中間 連接線的那個部分 為什麼你打在下面的金屬物 就沒有後面那一段 美國現在講說我有撈到了殘骸 我要送到情報專家那邊去檢視 如果今天飛彈一顆直接把那個空中 把那個給炸爛了 你要檢視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對美國來講 他要射到剛剛好 而且剛剛好留下他的全屍 然後完全的進行科學的解剖 包含他的材質 他的晶片 他的太陽能板 他裡頭所有的儀器跟設備 那我相信他會像那個醫生在解剖 實體法醫在解剖命案一樣 最後把他拼湊出一個比較接近真相的原型 是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看影片看細節 就你看他美國那個AIM-9X的那個飛彈 基本上他打的那個點是氣球 跟這個所謂的下面 大家講說什麼三四海卡車長度的 那個中間連接的部分 我真的必須講 如果就他的製導技術來說 這是很厲害的 你真的把那東西K掉 這是很精準打擊 是 那所以我們就今天回來看 就是說美國當然在這裡面 他現在講就是我要送去見識 而且對於中國大陸一開始裝傻 說我不知道那氣球是誰的 後來講說這是一個商業用的氣球 甚至後來講說 他就是一個氣象氣球之外 他們講了一件事情是我失控了 現在美國出來跟你講說 你沒有叫做失控 為什麼 他說你那上面根本有螺旋槳 有螺旋槳代表是他有動力的一個部分 再來就是你今天就算 你是一個氣象氣球好了 你所有的數據你總是有傳說 有這個所謂傳送的一個能力 你有傳送是不是就有接收 所以美國現在認定講說 你今天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中國沒有說實話 那問題就來了 這個氣球其實促成了美國共和 跟民主兩黨的大團結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你今天這樣子是過分的 因為你中國大陸把這個東西 放到美國的頭上 當然外界會認為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用監視的角度來看 可能間諜衛星拍得更大 但問題是衛星在多高的地方 美國人看不見了 你今天有個氣球不管在兩萬尺三萬尺 他現在就是被發現到 你在美國那個領空 而你那麼長一大段時間 你沒有任何的反應跟作為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的是中國大陸 其實透過這個氣球給了你美國 另外一個叫做無形的壓力 也就是你不要告訴我 全世界你最偉大 不要告訴我 你的領土是不可被侵犯 你的領空 我一個氣球在哪裡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你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看起來 但在美國國內有不同的 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就是說除了要求拜登應該要更強烈之外 我看到其實美國有些前參議員 他有出來講說 這個氣球事件可能凸顯跟曝露出來的 是美國跟中國之間的對話不夠 甚至有可能是溝通上出現問題 才導致這樣一個狀況 那現在問題來了 看起來美國有一些人把這件事情 其實把它擴大 認為說你中國不是只有這麼一兩顆 他們認為說有這個叫做 偵察氣球的這個艦隊 但多數現在看起來 認為拜登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失職 導致美國在很多的這個事件上面 尤其你現在講說 你布林肯要這個延緩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雖然中國講說沒有沒有你沒來 後來被打臉講說 你之前你就有公布新聞稿 你是在自己這個後面之竿 自己想要挽回一面 但對於美國來講 我認為他現在遇到最大的難堪 是你後面的局要怎麼收 拜登在現在沒有踩到最強硬的立場 你是不是希望試圖跟中國之間 還是保留一個可以溝通的管道 但對於美國的民眾 或者對他的民意代表來講 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現在看起來是民意的主流